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欢迎收看诺教村2第二集 今天我们要下矿了,再准备一些木头和食物 木头都简单啊,这里有大片的红山树林 食物也简单呀,牛羊成群,鸡鸭成对 啊,鸡猪成对 还有,我们的热心好村民清水大神早就准备了好多的食物 不够的可以去乡自己拿哟 为了不占背包,我是准备直带鸡腿的 但是你瞧这个小肥猪,长得粉粉嫩嫩的 一看就鲜没多只啊,你说这是人的猪啊,是吧 哈哈哈哈 哎,我怎么掉下来了 我本来是想杀最后一只鸡的 得,既然来了,就从这里开始吧 哎,还有小梅块呢 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难道是天意,让我从这里挖下去 说不定下面真的有宝藏呢 哈哈哈哈,果然是好地方啊 你看,还没挖几下呢,就出铁了 哎,我的短键,我的铁告就有着陆了 不过好像还有岩浆啊 但是听的声音越来越远,应该是在上面吧 你瞧这铁还不少呢 果然是天选之地啊 十三个去了都 我先看一下底下 哎,马这一巴掌给我打的 什么天选之地啊 不如叫混沌之处 都没办法透视怎么挖呀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能难道我吗 我还就真不信 一直挖到十三层都没有矿洞 就这样,我一直往下挖 直到第一颗电石的出现 我才意识到已经挖得很深了 这都第十二层了 呃,呃,呃 这鬼地方果然是混蛋之处啊 呃,有点严重了 应该叫梦断之处 直接断了我发财致富的梦想啊 嘿,我还真就不信邪 稍点矿,烤点肉 我非得也挖出点东西来 太离谱了,这就 朝着一个方向一直往前挖 你看,前面不就是矿洞吗 这是透视不了而已 其实是有的 那接下来就开始寻宝了 什么矿石都不放过 通膿带走 哎呀,我的剑刀真贴心的 让我将个鸡蛋再继续干活呢 哎呀,第一个钻石出现 但是底下透出了亮光 有陷阱啊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好了 呀,这边就是岩浆道了 那离钻石还会很远吗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水 只能破石头过去了 图图竟然过来了 这可是梦断之地呀 我的遭遇他应该也遇到过了吧 嗯,不愧是我的军师啊 果然是臭味 啊,志同道合 他要把自己装满水的桶给我 那那行呢 给了我你不就没了吗 真是个暖心的人呐 放心好了 我已经知道哪儿有水了 村民们已经四散开来 到处挖矿了 我的水也找到了 接下来就继续寻宝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猜梦断之地的梦 到底断没断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 别忘了加个关注 点个赞哟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